高院科大也邀请日本知名的茶道师 为大众展演日本茶道艺术 高院科大所建构的日式茶室空间 除了硬体设备外 还有整组的茶具展示 并不定时邀请日本知名的茶道老师 展演日本茶道艺术 期望打造一个台湾南部推广茶道的重要地点 日本的枯山水 也就是日本庭园有一种美 是以这个石头为意境 它所陈列的美 搭配我刚刚所为各位介绍的主力美术馆 那我想可以到这个空间来 令人觉得有一种放松 沉淀的感觉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茶室 应要有的设备 包括我们学校很细心 有水屋的建构 茶室进来要欣赏画轴 欣赏它依照季节百事的花 达到茶道所谓的和静清级的境界 主要我们请日本李谦家茶道的老师 亲自到学校来示范展演茶道 在日本茶道是一个修养身心的课程 那所以会有定期由日本茶道的老师到学校来进驻 以此为在台湾南部推广日本茶道的一个重要的地点 在我后面的是茶碗 茶枪打茶的道具 这些都提供给学生以及校外的人士 作为实际体验日本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体验的空间 学校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多场对内对外开放的体验课程 包括茶道的体验 还有核果子 亲手做核果子的体验 以及御医的体验 这些我们都会事先公布才对外开放预约的状况 那所以之前有在岗山的松年大学的学员 以及邻近的社会人士 也有台南过来的 特别来参与这个茶道的体验 高院科大的图书馆日本文化学院设施 并不是读后高院科大的学生 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跟图书馆预约学习 欢迎民众亲自体验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导